我叫李蒂寧 其實我們今天想討論的主題 主要是因為台灣占領立法院的行動 其實現在就暫時落學 其實他們的情況就是 遲滅了過去南綠議員之爭 也都在運動的核心裏面 是以青年為一個核心的社會運動 抗快制一個全民運動的 我們去看香港回歸之後 青年人已經不在這裏的時間 這裏的地方成長 近年其實社會運動裏面 青年人的參與亦都很積極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討論會 都希望邀請到兩地青年運動的代表 都會去討論交流一下香港的經驗 和對台灣的經驗 對香港的啟示 首先我們都歡迎今天會分享的嘉賓 首先就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副秘書長 岑澳輝 學問思潮發言人黃之鋒 我們都請到一位評論的朋友 就是資深的高中通識科教師 就是張若輝老師 最後一位就是我們越洋通話的朋友 就是佔領立法院行動核心參與者 施耳輪 我們都交個時間給施耳輪做個分享 謝謝 大家好 香港觀眾大家好 那就是其實我大概是一開始就是BOBO邀請我來 就是說針對這次運動 然後包括一些跟這個香港的朋友來對談 那因為就是說剛好 因為就是在這過去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在這個議場內有就是擔任一些工作 那可能就是不敢說像那個上面的宣傳講的 就應該說第一點是要講說就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太會廣東話 那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我用普通話跟大家講 然後可能有一些地方還要麻煩大家就是稍微見諒這樣 那因為這前一段時間大概已經在議場內 就在台灣這次戰典的運動裡面有負責一些工作 那不敢說是跟大家做這個建議 或者是歧視 而是說就一些我當時在裡面看到 跟我自己一些想法來做分享 那剛好忘了介紹 就我現在在這個台灣的政治大學面哲學系 然後現在是大三 然後我叫施藝倫 對 那可能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經歷 那我可能就是說 就我在議場內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一些觀察來做分享 那我自己就是說我今天大概講的東西會就幾個部分來談 那可能有一些東西我自己講的時候可能談不到 那也許後面這個Q&A的部分再來做討論這樣 那我自己會先從幾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在這場運動的這個參與者 那參與的過程 然後包括說在 因為這一次的暫停行動大概是從3月18號開始 那不過其實在這段時間以前 從去年開始就有 其實運動其實關於法復貿的事情就在進行 那第一個部分我可能會先講參與的過程 然後大概有哪些參與者 那在運動的過程中有哪些加入進行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會談到這個在運動裡面的訴求 那在運動的訴求之外呢 可能也會處理到說在這個運動裡面 對台灣的整個社會 然後對這些運動者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重新包括重新接近在這個政治經濟上的一些問題 然後對馬政府 對中國關係的重新定義 那在後面我也會稍微 就是我自己可能會再多談一些跟香港的部分 那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到第三個部分 就是會就在運動的過程中的一些 一場面一場外的事情來做一些簡單的描述 那如果最後還有時間的話 可能會就是因為有一些 就是其實大家會不斷 不管是台灣這邊或是香港那邊 就是說會把台灣的這個佔領的運動 跟這個香港的這個這陣子的運動 包括戰中做一些連結跟討論 那可能有一些可以有可以交換意見或是說交流的地方 可能會在這個地方 只是稍微講一下 因為在過去的這一個多月以來 其實包括香港的媒體或是香港的這個運動者或是一些評論人都有在談這部分 可是因為當時的情況 就是說當時因為運動還在進行的東西比較緊張 那有許多這個意見其實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或者說沒有時間去講 那我可能會最後再針對這個部分來稍微談 那大概是我大概會從這四個部分來講 那就是說首先就是在 就是說其實大家可能看到說 這個運動就是從 在這個3月18號開始 然後一路進行在義立法院總共佔領了24天 那到後面的這一連串的整個社會的運動的進行 但事實上呢 就是說在這個整個反服帽的運動 其實並不是這一個月 這一兩個月的事情 因為其實從這個服帽 其實是去年的6月21號簽訂 那在這個事情簽訂後的一個月 就是一個月就有這個黑腦青就在7月31號 包括協同幾個重要的團體 農政 臺灣農村陣線等等的 其實在去年7月31號就有一個 這個公佔立法院的行動 不過當時並沒有像這次這麼順利 而是只有從進去翻過圍牆 很快就被驅離了 那到事後其實包括有一連串的這個公廳會 就是在立法院內的這種各種的會議 也有這個民主陣線 反這個服帽黑箱的民主陣線 然後跟黑腦青等等的一些團體 都有參與其中 那這裏面包括臺灣的一些環保團體 保護團體 性別的團體等等 所以說 我應該這個運動的基本的理解是說 其實它是非常多的臺灣的學生團體 跟社運團體的串聯和合作 然後經過了這個一年半年以來的時間的 在反服帽運動上的合作跟進行 才有今天這個機會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裡面包括多個團體的合作串聯 就是說其實這個運動並不能看作是單一團體的貢獻跟成果 就是說必須要看到說其實是 確實是有整個公民社會的醃釀跟累積 我們看到在這一個月以來 其實包括很多論述上跟很多組織的串聯 都是這個長 我們可以說是這半年 甚至可以說是這幾年來 臺灣這幾個公民團體的合作的成果 那到這個大概是在318以前的一個簡單的描述 那到318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運動的團體也逐漸的 假如在當天的行動 三天晚上的行動 其實就是包括黑老青 包括一些農政 包括一些學生團體 就是我們其實就開會打算說 其實遇到張慶忠 在3月17號張慶忠這個 完全撕毀本來的這個協議 然後30秒就讓這個服貿通關 那因為基於這樣 我們就在隔一天的晚上就是有開幾個會 那就是說要有這個佔領行動 但實際上 我們因為過去其實這一兩年來 我們也有幾次想要衝進去的行動 但是其實都不成功 那其實也 雖然就是說其實這個籌備 其實就是一天318 只是下午到晚上開了兩個會 然後其實算是蠻重塑的決定 那我們自己也沒想到說 就是會這麼順利的 可以攻佔立法院的議場 那到這個大概是整個運動 在318到318以前的事情 那到後面其實一個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2024年以來其實除了是 包括廠內 就是說廠內外的這個分工 那廠內主要就是說在某廠就是一些學生團體 那包括大家比較看到的這個林立法院的成為庭 然後到後面在場外的部分 就是其實就是其他的這個NGO團體 跟一些學生團體 就是聯合在外面的這個吼場 因為事實上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 雖然包括媒體的報導 或是大家比較注意到的是在議場的這個情況 無實事實上因為在場一場外 其實不斷包括有警察 然後警察其實至少在我理解裡面 並沒有放棄過要再衝進來的這個企圖 然後另外一方面其實在社會上 有非常多的這個黑道跟其他的這個 可以說是Counter Movement 這個反反服貌的這個分子 也是不斷的想要企圖要衝進來 那包括有很多這個就是不要 有很多就是流氓就是在外面 就是包括飆車全國或是拿出台山刀等等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說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那個場外的重要 大家可能相對因為媒體並沒有報導 並沒有注意到場外的這個重要性 可是實際上呢 場外其實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而且對於那些第一線的場外的 這些工作人員和夥伴來說 其實其實是蠻危險的 就是說他們現場可能就是要直接面對到 那個就是可能會隨時被攻擊 就是其實蠻危險的 對那這個大概是整個運動過程中 其實包括一些公民團體加入 那到後來其實有非常多 就是說在場內其實有場內外 都有很多本來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團體的 這個我們會稱之為是第一次的這種參與者 或者說我們會說台灣可能會稱之為運動素人這樣 但其實在這二十幾天的占領行動的過程中 也是把這些第一次參與的朋友就是組織進來 那組織進來就有一些新的分工等等 那大概這個是我簡單先交代一下說 大概在運動的二十多天來 大概在運動的二十多天來的情況是這樣 對那這大概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這樣會講太慢嗎 還好 就是 好 就是 就是 這個大概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要講就是說在這次運動裡面 我們提了幾個訴求嘛 那其實大概就是直接扣合 在服貿、反服貿的運動裡面的這個 包括 這個主要是在 主要是在提這個黑箱的問題 那 那包括我們就是提說要 這個 針對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力 以及接下來的這個歐美貿易協力 然後甚至是 馬英九其實曾經提過的這個政治 政治談判這些 我們就是說要針對這幾項兩岸要簽訂 正要簽訂 即將簽訂 或者已經簽訂了這個協議 必須要提出一個監督的版本 所以我們提出說 必須要立這個立法來監督 而且是依照這個 以民間版的五個原則來做立法 那包括資訊公開 包括這個國會的實際上的監督權 我們知道在過去的從08年以來 這個ECFA簽了應該是19項的協議 其實全部都是行政權獨大 就是說行政權 其實實際上跟中國政府談判之後就自己簽 但這個簽訂的過程中 沒有人知道到底簽了什麼 然後等到簽完之後才知道 那 簽了才知道 那完全立法院實際上是 就說照理來講是 行政權跟立法權是互相制衡的 可是在從08年以來 這個跟中國的簽訂的這些經貿協議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項是 經過台灣的立法院的審核跟監督 那其實即便是到這次的福茂 他也只是一個 他開的那些公廳會也是敷衍的 就是開刑事上的 實際上他並沒有真的容納了民間的意見 這個跟國會的意見 就只是開一個刑事上的 所以到後來其實發生這個 張進東的30秒事件 國民黨的這個立委張進東的30秒事件 其實還是非常疑似的 那所以說經過這樣子的 就是說這幾年來是這樣子的 跟中國的這些談判跟協議的簽訂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要求說 必須要簽這個兩岸的這個協議 監督條例 那這個監督條例 其實是能夠針對所有的兩岸的這個協議 來做監督 那這個大概是第一個比較關鍵的訴求 那這個訴求其實背後在我的 包括後來我們提出來另外一項比較重要的就是 這個公民憲證會議 那公民憲證會議 他其實就是希望說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說 其實台灣 以這次的事情來看 就是完全沒有國會 完全沒有介入的空間 那到後來 在立法的部分 其實 我們發現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的立委其實是占多數人 那可是國民黨的立委 其實是完全受制於黨的力量 其實受制於馬馬英九的隱私 完全沒有辦法真的反映你台灣的這個民憶 就說幾天我們看到說 已經幾十萬人上街頭 那還是 這已經很明顯可以看到台灣的民憶是在哪裡走 那可是其實我們發現這些由人民授權選出來的 這個國會議員 其實還是一樣受制於一個黨 或者說台灣的行政權受制於馬英九 那 那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發現台灣的國會 這其實也是我們這次運動 要衝到立法院的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發現台灣的國會 明明應該是代表人民的這個國會 其實已經失去了它的那個 本來應該有的這個權力跟力量 那所以我們就提出這個公民憲政會議 那公民憲政會議就是希望能夠 因為我們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說台灣的這個國會已經沒有辦法反應 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們從這次的運動 可以看到說這已經是一個憲政危機 就是說台灣的行政權堵大 台灣的行政權堵大 那完全沒有辦法真的約束 沒有其他的權力可以約束這個獨大的行政權 那反而看到更多離譜的事情發生 那包括最近在運動之後我們發現說 有這個司法 司法檢調系統以這個 各種理由來要起訴 要來這個代表這個世衛遊行的民眾 那而且這樣的消息甚至更離譜的是說 是由內政部也就是行政人來發布 就是我們總統可以看到說 台灣的這個民主政治已經走到一個危機了 那所以我們提出公民憲政會議 除了要真的落實讓公民的意見 由公民來召開這個會議 那由公民回主局來召開會議 並且提到這個限改的層次 就是說發現目前的這個憲政秩序 已經出現的問題 對 那這個大概是兩個主訴求 那我可以就是說 針對這兩個主訴求可以延伸出來討論 就是說 台灣這次的運動其實提出兩個很關鍵的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重新去對於現有民主政治 提出一個對現有民主政治的質疑更新的可能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公民憲政會議 那另外一方面在這個兩岸協議 或者說兩岸協議進行的條例 其實就是因為其實就是說 我現在台灣社會去重新去界定跟中國的關係 就是我們並不想要 我們並不想要蠻久的這種 從08年以來的這種非常急躁的 然後非常不顧台灣的民意的這種 可以說是行政權 行政權專斷獨裁的做法 那這種我們提出這樣的質疑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台灣不願意跟中國交流 而是說台灣 我們作為運動者 或作為台灣社會的一份職務 我們認為台灣必須要跟中國交流 我們不反對跟中國交流 可是這個樣的交流必須要在一個相對的健全 而且是公開的 合乎民主的這個程序跟民主精神 來進行教練 那這也是台灣作為一個 私情民主政治跟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跟任何一個國家在做交流 都不反對 但是它必須有一些前提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從08年以來的這個馬政府做法 是完全違背這樣的基本的精神的原則 那基本這樣一點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這次運動的另外一點其實也是對於這種經濟 經貿自由化跟這個馬政府的現有的這個發展政策的一個挑戰和質疑 那包括我們有提到說 其實這是一個跨世代的這個世代陣營的問題 然後以及這個貧富差距的問題 因為我們發現說這幾年來 其實台灣的這個貧富差距越來越擴大 然後年輕人其實機會越來越少 就包括這個22K的事 就是說會提到說年輕人的薪資非常的低 然後這幾十年來的這個薪資倒退的問題 那其實總的來說就是說 這個運動提出來的幾件事情 包括第一個是對中國關係的重新定義 然後第二個是說對於這個發展 現有的這個發展政策以及經貿自由化的這個挑戰 那第三個就是說對於現行的這個馬政府的這個 這個不信任以及這個整個他統治上的正當性的上市體的挑戰 那這裡面就包括說對於現行的這個待遇政治的質疑 對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的 就是說這次運動裡面有幾個值得 我覺得是關於這個時候幾個比較重要的關鍵在這裡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再來就是我想要講的是 運動裡面其實我覺得在 對於我們在台灣然後其實不斷的會有人提到關於這個 香港跟台灣在運動裡面的角色 那很多人會拿禮教 那包括說其實台灣這邊的這個在議場周圍其實有一些標語就是什麼 台灣不要成為下一個香港等等的 或者是說有些人會覺得說台灣跟香港應該要這個一起這個作戰 因為面對這種新的這種包括中國 然後包括這個新的全球化的變化等等 那其實我自己認為說台灣 我倒我並不是說覺得說說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去提這個昨天香港 台灣不要成為下一個香港這種說法我覺得 就是說這個倒不是我覺得這個運動裡面的重點 而是說對於所謂的這個中國的進一步的進力 然後包括在這個政治經濟上想要去重建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這個政治經濟市區 然後包括對香港跟對台灣的這個邊緣化等等 那在這個意義上 或者是說台灣會去使用這個中國因素的說法 那在這個意義上其實台灣跟香港應該是要這個並肩一起作戰 那不管是對香港或對台灣來講 我認為其實都是背水的戰 那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情況其實都蠻惡劣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應該在這個意義上 台灣跟香港應該是要能夠站在一起去思考這些問題 而且去講這樣的行動 那在這次過程中其實我覺得對台灣的運動者 對台灣的運動者來說呢 也不單只是去看待去重新定義跟中國的關係 或者是說去提新的台灣的國家或是社會的想像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說在這幾年的發展 就是在香港會看到很類似的影子在 中國因素在這邊的影響等等 所以最後我覺得對於台灣的社會或台灣的運動者來說 就會去重新想像就是說 到底要如何界定跟香港 不只是界定跟中國的關係 也同時要去界定跟香港的關係 然後跟香港的公民社會 跟香港的運動者應該要建立怎麼樣的關係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有在想的問題 對 那我覺得大概這整個運動的重點會是 包括前天我提到說整個運動的成員跟籌備的狀況 然後到這次運動提出來的訴求 跟我們要怎麼看待這次在你的運動 那我先就是簡單先講到這邊這樣子 對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這樣我想都少少總結 就是剛剛才提到幾個重點 他會提及就是 本身反復貿行動 就是佔領行動裏面 其實第一樣就是 本身其實運動都醞釀了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就是不是突然間出現一個情況 那也都提到其實除了 就是我們會最留意到一些學生代表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學生團體 和很多的一些anjos的團體 是一起參與 就是才有這麼大的力量 那也都提到場內外的分工 因為就是場內 就是對於場內的情況 我想在媒體那個步道會比較多的 而場內裡面的分工也都是比較多是學生的參與 而場內就比較多是anjos的分享 就是去支援這個行動 那也都有提到其實 在二十多天的運動裏面 其實是很多人 包括警察 也都是黑道的人士 其實是很想衝進議場的 所以場外朋友的角度很重要 也都會比較危險 那所以我們剛剛聽他的分享 他都會見到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多人在參與 一個的社運 那另外我想 其實在議題方面 他都會提回 其實是會關注回 在台灣去簽訂服務條例裡面 是訂立一些監察的措施 也都會是有公民參與去談 怎樣去跟這個中國 繼續去訂立一些 服務的一些條例的關係去監察 那也有提過就是 其實我想跟香港都會相似 就是對於現在 就是台灣的代理政制的一些不滿意 對於晚九管理的一些情況的不滿意 剛剛的同學也有跟我們提 就是說 他會覺得在台灣和香港的經驗去比較 其實很重要 其實台灣和香港是應該一起去想 其實去看跟中國的關係裡面的可能性 是會怎樣 那還有其實 無論台灣還是香港 其實可能中國因素也都很影響 我們平日的一些運作和生活 那我們聽完台灣核心參與者的分享之後 那我們就交回香港的同學分享了 那麼就 神武 好